今年夏天在俄罗斯世界杯,意犹未尽,新赛季德欧洲五大联赛,已经拉开了序幕,在最新一期的世界俱乐服排名中,西小球队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统治力,在前十中占据着四个席位,而且还包揽了前三。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,具体的排名情况,本排名每周更新一次,排名数据来源于足球数据网站,Football World Rankings,第十,独立爱根廷超级联赛,第九,弗拉门戈,八角第八,塞维利亚西家独立队,和弗拉门戈都是南美强队,塞维利亚在近几年的欧战中表现不服,在赢得了欧联杯三联冠后, 在最近两年的欧冠赛场,也都是打进了淘泰赛,第七,河床爱根廷超级联赛,第六,尤文图斯一架第五,格雷米奥,八角河床和格雷米奥,也都是南美豪乔,尤文图斯是一架霸主,已经连续七个赛级赢得了一架的冠军。 不过尤文图斯在欧冠赛场却总是有几沙场,特别是2014-15赛季和2016-17赛季,他们在欧冠决赛中分别输给了巴萨和黄马,和欧冠冠军擦肩而过。 第四,白人得甲半人的情况和尤文图斯相差不多,虽然白人已经连续六个赛季赢得了得甲的冠军,但是在最近几个赛季的欧冠赛场,他们总是无法站在最后的决赛舞台,不过白人在2012-13赛季捧起过欧冠冠军,这要比尤文图斯好胜不少。 第三,马进西甲,第二,巴萨西甲第一,黄马西甲西甲三胸,在最近几个赛季,黄马,巴萨和马进总是能够包乱西甲的前三名。 此外在欧洲战场,黄马欧冠三连冠,巴萨在2014-15赛季,也是捧起欧冠冠军。 马进虽然两次闯进决赛,但是都是输给了黄马,不过马进赢得了上赛季欧联杯的冠军。 此外,在前20名中,利物浦位列第11,曼城锦随其后位列第12,曼联,热刺排在第15和第16,罗马第17,拉齐奥第20,值得一提的是,罚家土豪巴黎圣日耳曼,虽然在联赛中一起绝尘, 但是在欧冠赛场的表现总是不尽如人意,所以他们仅仅位列第21名。 不过,在内马尔、穆巴佩的带领下,相信在2018-19赛季,阿里在欧冠中会有所突破。